好 那接下來當然第一個啦我們先用這個當成案例 CSV 那CSV其實它這個格式基本上還好是因為它應該是用Excel來做的 那首先呢我們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它應該會放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下載裡面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們假如說 下載之後的話 那直接可以在這下短中 把它打開 另外的話呢你可以按右鍵 除了直接打開 它用Excel開之外你可以按右鍵編輯的時候 有沒有右鍵編輯 它會用什麼用那個記事本來開啟 那你會發現實際上 CSV呢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文字檔 只是說它的文字檔結構的話 是每個欄中間加豆點 最後會有個換行 那當然呢特別注意以後你們可能會發現 就是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打開的時候是亂碼的情況 然後我特別強調 好像之前有 提過的 另存新檔 你可以 記事本就可以幫你 解決這個 所謂的 亂碼問題 一般的話呢 通常它的編碼如果是 用微軟的相關產品 一定是 ANSI 這個ANSI 實際上就是 一般要 Big 5 Big 5 或者叫什麼 CP950 的編碼方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說 他如果是用Google 或用那個 LibraOffice 他存檔的話 會是 UTL8 所以如果 UTL8的話 存檔 你比如說 假設我再把它 重新存檔 蓋過去的話 那當然呢 你假設用的是 按右鍵編輯 你會發現 記事本裡面 不會是亂嘛 但是呢 如果你現在 我因為我把它存成 UTL8 如果現在直接 再點兩下 把它用那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Excel開啟的話 我看一下 另存新檔 UTL8 直接再用Excel開啟的話 現在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你的版本 假如不是最新的 2016 2016 你可能是2013 或者是2010 或者比較舊的版本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背後的 資料的話 還會是亂碼 但如果你是新的版本 像目前 看到的2016的話 似乎就沒有亂碼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 假如是比較舊的話 那記得 亂碼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剛剛講 按右鍵 你可以編輯的時候 記得把它另存 檔案的話 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 AMSI就可以了 如果你存成AMSI的話 那就不會有亂碼的問題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 微軟 它的產品 就是可以跟別的 軟體公司不一樣 所以只要 你可能 遇到這種亂碼的問題 其實 不會很難解決 記得 把編碼方式 稍微變更一下 這是第一個 第二的話如果說我今天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我們剛剛是直接下載 可是如果說你想說老師那可是我不要直接下載啊 不然我下載我每次還要 再把它打開 再做一遍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盡量把它全部串載變自動化 最好是一鍵完成 按一下自動就下載 按一下就自動下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當然呢 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可以 一樣先開啟那個Excel 假設我把Excel打開 那如果我不是要下載 我就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特別注意 在Excel裡面它有提供 下載外部檔案的功能 通通放在哪裡 放在資料裡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切到資料裡面的話 它其實提供還蠻 蠻多的這個 下載資料的方式 有從Access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資料庫 是Access資料庫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從Web Web 特別之處 Web 就網站 其實就是 意思是說從網頁 你可以從網頁 但是它提供 其實就是爬蟲 但問題這個爬蟲 是很基本的爬蟲 也就是說有些功能 它沒有提供 那有些網頁 你就無法抓取 那特別之處 這個從Web 它裡面呢 提供的一個物件 叫 Query Table Table 主要是利用一個叫 Query Query就是查詢 Table 就是 表格 也就是說如果從Web的話 那你 基本上下載的 最主要的 還是表格 也就是說網頁上 如果是表格 它就可以 幫你抓取下來 但是如果它不是一個表格的話 很抱歉 它沒有辦法幫你抓取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網頁上面 你要抓取的資料 它並不是放在表格裡面的話 那沒辦法 OK 另外的話 文字檔 文字檔顧名思義嘛 應該知道 副檔名就點 TST 但特別注意喔 那CSV是屬於哪一種 哪一個呢 特別說CSV也是文字檔 只是它的副檔名要點 CSV OK 那除了這 幾種格式之外 另外的話 它還有什麼 還有從SQL Server OK 還有什麼 從這個什麼 它這個SQL Server的那個 這個 分析的這個 Service 裡面也可以 也是SQL Server的一個 連線 然後 另外的話 還有 XML 所以如果假設 你今天資料是 XML 的話 也可以 透過這個方式 幫我們取得資料 另外有一個叫 Microsoft Query 這個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庫假設不是SS 也不是SQL Server的話 那可能你是買SQL或Oracle或其他資料庫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什麼ODBC啦 也可以 做外部資料的存取 那以我們 剛剛提到的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麼 剛剛那個檔案呢 人家已經幫我放在網路上了 那我要把它抓下來 而且用程式的方法 那第一個你就知道 它裡面有這個功能 所以CSV對應的就是 文字檔 那如果後面還有 XML 的話 那就對應 從 XML 會 所以 這兩個方法OK 但它裡面沒有一個 JSON 因為 在開放之下很多是JSON 檔 那怎麼辦 如果你假設要用 Excel 來匯入 JSON 格式的檔案的話 很抱歉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之前如果JSON 你可能又要寫 Python 可能比較快 那你說用 VBA 可不可以寫 可以寫啦 但問題是很麻煩 因為如果用 Python 的話 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它一個模組要JSON JSON 點RAW RAW的話你就把東西給它 它就漏下來了 一行就搞定 那如果你用 VBA 來寫的話 哇 恐怕沒 10 行 20 行程式 是沒辦法辦到的 那與其這樣呢 你倒不如剛才用 Python 寫完怎麼樣 直接丟給 Excel 再去做過去的就好了 有點接力嘛 你先跑第1棒 我才跑第2棒 那兩個再接再 只不過也是事情可以把它解決搞定就好了 所以要解決問題 不是說你一個單一軟體 來解決 就是最好的 有時候我這樣我的習慣是 反正工具 只要能夠解決問題 哪個工具都是好的啦 OK 好 那所以第1個我們要先從那個 從 什麼 第1個 請各位先資料裡面 從文字檔 接下來呢 如果我要匯入什麼 匯入剛剛的 這個 台北市的 這個資料的話 就是住宅切 到點位資訊 這個資料的話 那當然呢 你必須提供給它一個網址 那網址在哪裡 你點了之後它下載 你現在再點 這個地方下載再點一下 應該是點左鍵它又下載 可是我怎麼知道它的網址 特別說你給方法按右鍵 下載上按右鍵 它會多一個 它就不是 讓你直接下載一下 而是會出現有沒有 複製網址 複製 它的連結 意思是說 你點下去它下載的那個檔案的位置就在這裡 OK 那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你再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 從web之後這邊不是有個檔案名稱嗎 你就把它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你想說貼到這裡 那這個 不是在我們電腦裡面呢 在那邊呢 沒關係 其實喔 Excel它也提供遠 遠端的 資料下載 OK 所以你把它貼上 然後按開啟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 你就等它一下 它就怎麼樣 幫你 匯入進來了 有沒有 而且喔 其實我覺得 它這個功能 不管新舊 它都還蠻聰明的 就是會 幫你找到它的 編碼方式 所以 你也比較不用擔心說有 亂碼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打在UTF8 在這邊它會 偵測出來 它問你說證券 你只要選對 編碼方式 就不會是亂碼 所以CSV 我們匯入 然後找到編碼方式 它已經是找到叫做 BIG5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有沒有標題 我的資料有標題 打勾一下 告訴它說 我的第一列就是我的 標題 欄位名稱的意思 OK下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那我的分割 因為我是 CSV 所以是 豆點 打勾 然後TAB不要打勾 OK下一步 那我的格式要不要改 其實基本上都文字啦 所以就用一般好了 全部都用一般 OK每一欄都要 除非說你哪一欄不要 其實這一欄 這個按類好像可以不用 你如果假設不要 你就不會入此欄就好 它將來會入的時候呢 就不會有這一欄的資料了 OK 我們就全部會入好了 先 現在比較簡單 按完成 他問你說那你要放哪裡 那我就放A1 按確定 好這樣子的話呢 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OK 那你下一次的話呢 就不用再去找到那個 那邊的連結 可是問題你想說 老師那 問題是 那下一次我還在做一次啊 那可是 我有沒有辦法把它變一個按 一按下去自動就下來了 可以 最簡單的方法用什麼 先把那個 開發人員 功能一定要打開 所以 其他命令 這個箭頭其他命令 找到 自訂功能區 把那個什麼 開發人員一定要打開 這個我想最基本的 VPA就躲在這裡 聚集也躲在這裡 OK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開發人員 那你一定要把它打開 按確定 好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用錄字聚集 就可以馬上匯入啦 所以其實有些功能你如果不想重做一遍的話 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如果程式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把它錄下來就OK了 但是錄下來之後的話 再利用VPA去做修改 那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OK 那比如說我今天 在 所以我剛剛等於是彩排 那彩排過之後我們正式來過一遍 如果我要 正式把它 變成一個對應的程式的話 那一樣錄日聚集 然後呢 我們就給他 叫什麼 住宅 名稱的話也就是 叫做 名稱隨便給他一個中文名稱就好 住宅 住宅切到 下載好了 隨便 反正就是知道一下 OK 那 按確定 按確定他就開始了 所以你們 假如按確定 他等於是就把你所有的滑鼠鍵盤的動作都記錄成 VBA程式 所以你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不過確定之前 我先把這個 這個網址先再複製一遍 然後 我們就可以按確定 然後把剛剛的動作做一遍 1 在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 2的話把它貼上 3的話 按開啟 然後4的話呢 就是按照剛剛的動作 有標題 然後下一步 逗點 下一步 然後 按完成 放A1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大功告成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再把什麼 開發人員這邊按停止 那 停止完你程式就寫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程式放哪裡 你可以從去期裡面 找到剛剛 錄製好的東西 按編輯就可以了 剛剛的東西 那編輯他會跳什麼 跳那個VBA 所以 當然你可以直接 從哪裡呢 從這邊 或者直接開VBA也可以啦 Visual Basic在這邊 然後按編輯 他會跳到Visual Basic 那我的習慣是把它放到最大 然後把它稍微調成 大概大小大概80% 放在中間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 錄製好的程式 那 如果你想要再重新錄製一遍的話 那你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讓它 RUN一下 RUN一下就是直接按下這個 開啟這個嘛 然後上面有個執行 把它RUN一下 它就按照你剛剛 的動作呢 通通再RUN過一遍 不過呢 你RUN的 第一步 一定會發生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真錯一下 它 這個 起碼 不管買一個版本 都是這一行會有錯 多這一行 怎麼辦 砍掉就好了 要不就是 幾個辦法 把這一行刪掉 要不就是說 在前面加個單引號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暫時先不刪 我先讓大家知道 這一行一定會錯 只有這一行 底下都沒問題了 執行 所以再把它按下執行 那你會發現它幫我把剛剛的動作 又再跑一次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下次還在下載呢 那你再開個新工作表 再下載 可是你說 老師很麻煩 我可以先把這邊刪掉 直接下載就好了 就不用再開一個新工作表 那你可以怎麼樣 在上面 補 一個動作 就是把舊資料刪除 那舊資料怎麼刪除 我習慣是在上面呢 你可以在這個 單引號前面這邊打一個什麼 所有資料就是 Sales Sales指的是這個地方的所有儲存格 就是這樣子 Sales就是 指的是這樣的動作 那我按Delete Delete的話就是 這個ClearContents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地方 按下這個 這個地方把它加一個點 點Clear 點 點 點Clear Clear 用Clear好了 清除全部 這樣的話你就多這個 Sales 點Clear 字太小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反正字太小 ok Sales點Clear 那如果加這一行上去的話 那我就不用 再像剛剛如果我要再下載我還要再開一個新的 然後再下載不用了你就直接講舊的原來的 然後你就只要他會先我按F8就主行 這一行 Clear 就這樣 Clear 然後再把它全部下載 你就OK了 所以如果我以後做完之後 就是這樣執行 他就 Clear然後再下載新的 欸 這樣不會有方便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頂多 就是 會需要多修改 增加一行 就這樣 Sale指的是儲存格啦所有儲存格 點 Clear就是清除全部 然後再幫我下載全部就是這些 OK 那請各位練習看看吧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一 我們利用那個什麼 資料的從Web 從文字檔 OK 然後把那個連結貼過來 你把這個彩排過 再利用 開發人員的錄製聚集 然後把它錄下來之後 再到這邊編輯一下 再到這個第2行的地方 第1行的下方 增加一個 Sales點 Clear 那就大功告成了 OK 好吧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切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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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